劳工们跟老板们都要注意了 昨日18召开每年举办一次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最后拍板决议明年起基本工资月薪为调200元 涨至24000元 时薪也调涨2元至160元 为史上调幅最小的一次 时薪向下三角资方主张由于COVID-19导致今年全球经济不稳定 要求则其在意劳方则主张 这段期间已来我国的纾困计划 应已足够减缓企业受到的影响 解禁其国内外机构陆续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 看好明年经济动能 目前国内物价虽相对平稳 但基本工资的用意是保障基层劳工的基本生活 因此认为基本工资应能够稳健调生 希望至少维持过去数年调涨3-5%的水准 并要求必须在当天决议出结果不能延后会期 时薪向下三角双方开了约4个小时的会后 最终决议为服调涨 现行基本工资月薪为23800元 时薪158元 未来2021年起将分别调涨至24000元与160元 调服分别为0.84%与1.3% 图片来源 劳动部 虽然调服不大 但还是有意思意思调一下 拉贴的明年起薪资就会调涨 劳工们要注意 别让自己的悬翼睡着了 雇主们也要小心 以免触法呀 词